326 各位可以自己再去参考一下 326 里面的说明书里面有了 那本书后后一本回去可以参考 当然相关的他320几一堆都是类似这种范例 所以如果你回去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他这些范例 绝对都 我觉得啦都还算出的还算有点水准 只是说你要把每一题每一题通通都 解完了我想应该非常的花时间 所以我是按照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完成 那他那本书比较没有讲到这部分比较细节的地方 第2个他也没讲到VBA所以后面我有讲到VBA部分是我自己写出来的 我用我觉得 的方法然后把VBA做出来因为 最后可能你还是会遇到问题是说 像这个东西如果用函数来做其实真的太麻烦了 可是用那个VBA来做的话 基本上呢 就感觉比较简单 因为按下他他就自动就跳出来 程式其实没几行 后面会讲到 程式大概就这几行 而且 我就觉得都还可以 可以 怎么讲 就是可以用我的理解把程式打出来 而且不会花太多时间 写来写去跟前面讲的都一样 Fornets 一幅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如果A栏的东西跟H2是相等的话 那就把资料带过来就这样而已 OK 所以 好像写VBA程式也不见得比较复杂 那至于怎么写 待会再来看暗部就班 那接下来刚刚讲的small OK那small这个公式其实非常的冗长 不过 我是想真的你要一次可以做对算是你真的厉害 如果你是在做不出来没关系 OK暂时也不要气馁 云端上都有你只要找得到云端的位置 暂时现在Ctrl-C,Ctrl-V 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同学卡在这里卡非常的久 其实只要是有一个地方没做对 你就无法用Ctrl-C加Enter 如果Ctrl-C加Enter他会跳出说 什么公式有错误啦 什么什么东西啦 那里面你大概比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 可是你不要一下子就复制帖上 因为你不会 你要先自己做做看 实在是做不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 参考我云端上面的这个东西啦 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最小的 做一个排序 由小到大 small 那如果将来你要 由大排到小的话 那这个地方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一个large 其实他的做法 基本上跟small 完全一样 只是颠倒而已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当然我们会有一个index 那这index一样我可以把small 习惯是把它复制一个 工作表 然后把它改成这个index 来修改 那改的方法 一样 首先呢 游标先放在这个small里面 然后呢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再插入一个那个index的函数 index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用检视与参照 然后里面的index在这里 好那一样按用预设就好了 第1个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那个要找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们的范围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用的是实际的那个 就是列数 所以选的时候记得 之前我们是选没有包含栏位 可是我刚刚是用的是有 就是实际的位置 所以你选的时候记得要把第1列也选进来 OK 如果你没有把第1列选进来的话 那你可能会需要在减1了 OK应该知道那个意思吧 所以第1个range给他 第2个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range先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OK那位置绝对不能够变动的 第2个的话roll number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那个东西 第2 那也就是如果你向右拉的时候呢 他全部都会抓的是第2列的东西 但是第2列的哪一栏 第2栏 第3栏 第4第5 那因为我等一下会向右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column 来抓就可以了 column lumn 小瓜糊 可是他预设的位置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 7 可是我要的是 2 那所以怎么样 减掉5不就好了 OK 就抓过来 其实 你可以不用 很急 慢慢习惯他这个视窗里面的东西 其实 只要你做对了 这边就会显示你要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做错了 即便再快也没有用 反正就这样子 然后 稍微思考一下 这边的话 顶多就是用了一个就是 index column的话 你可以用 再减掉 5 如果你不想要减掉5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地方不要减 如果你 刮虎里面可以用那个 去参考到b2也可以 比如说 这个地方 印象中你可以假设不要减掉5 你可以刮虎里面 跟他讲说 你帮我参照到 那个这个储存格里面的 OK b2 他里面也是2 那将来当然你向右填满的时候 b会变成c 就参考到 这个有没有 这样其实也可以 两种方法 那我之前教的都是这样 我们就用这样方式好了 两种方法 那我把它减掉5 按确定之后 好有没有他抓到这个过来了 那因为向右填满的时候呢 他会抓到这个 为什么因为 column 这个地方的函数 他会自动怎么样 再去抓h 那h的话 就是第8 8 减掉5 那就是 反正就向右抓 就对了 所以以此类推 向右 再向下 OK好 那 可是呢 我们已经把那个 资料抓过来 但底下 会有一些错误 那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上面的东西都抓 都有那个 第几列 就是那个第几列的号码 可是底下是N 因为N的话 找不到 所以就不对了 所以底下 要把它过滤掉 那最后呢 当然我们再 把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下 然后呢 就可以怎么样 再 移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一样 再把公式减下 用什么呢 用那个 这个 所谓的逻辑里面 ifl 去帮我过滤掉 那过滤的话 一样把这个value贴上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那我就给他一个空字串 所谓空字串就是 不要显示任何东西 因为刚刚有错误的部分 他就会帮我有点像过滤器 然后 ifl 这个还蛮好用的 有点像过滤器 那以往的书里面大部分 都会用那个if 加 ifl 会有有两个 函数 而且非常变非常复杂 那现在有用ifl 我觉得简单很多 OK过滤 按确定 然后向右 向下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过滤掉了 还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把它改成二班 你会把二班出现了 三班 三班出现了 这样的话呢 其实 弄起来还蛮流畅的 那未来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 这个 用左边的资料 你可以独立出一个工作表 可以把它放在这边 这边将来你可以 把它 定义成一个名称 也许叫总表 以后按 F3 可以把总表的叫调出来 OK 其实这应该蛮多范例可以类似像这样 你可以去调用 向下拉 业务人员 业务人员一拉 业务人员 你可以先用什么 业务移书重复 建一个清单 然后业务人一拉 他所有的业绩 包含什么资料 全部都出来了 其实感觉应该还蛮好用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用那个 Excel里面的 函数 配合那个正列 OK 那正列的概念 要很重要 因为 一般我发现 Excel里面的书里面 会把 正列 Ctrl Shift 加Enter 讲得很清楚的书 并不多 而且有的时候你看半天 你还搞不清楚到底什么 因为有些时候 书里面他只会 在公式前后加个大刮壶 那如果你照打 你就会 产生错误 所以记得那个大刮壶的产生 一定是Ctrl Shift 加Enter 那主要的目的是 他帮你 去重复执行 如果你公式里面 假设有正列 或者叫范围的 他会在那个 帮你重复去执行那些动作 OK 所以他的目的是这样 有点像是那个VBA里面的 4NAS 这个回圈 帮你帮 帮你把那个范围是要执行 那试试看 等一下的话呢 再来看那个 VBA 的程式撰写 那如果你们对于那个刚刚的 解说部分 的公式 假如说 有些地方 实在是做的 有卡住的部分 那你可以 直接参考我云端上面 我有帮各位做一个截图 还有底下会有公式 那你也许做不出来没关系 先用我的 好好看 然后呢 再去拆解 也许你慢慢就知道 原来你错在哪里了 可以大概会 会会有这样子 那 像刚刚看到那些公式 其实说真的这么冗长 说真的你 直接叫人家从头打到尾 也不太可能 所以基本上 一定要拆解 所以未来 慢慢 习惯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很复杂的应用 尽可能的 先拆解 再一步一步把它完成 即便是很复杂的应用 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就把它完成 OK 那当然 你前提是你要逻辑很清楚 脑袋要清楚 到底要 先 第一步怎么做 第二步怎么做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学习 只要你懂得拆解 从 小范围 慢慢在扩大 如果这些都OK的话 其实以后你再用一些进阶函数 你也会用得很顺手 而且 其实也不太会犯错了 我发现 其实上面只要你 按照他上面显示的讯息 一个一个慢慢做 其实也可以做很轻松愉快的 而且你会发现 这Excel非常的听你的话 感觉上 他就可以自动帮你完成很多的事情 那你只要 懂得 做什么事情的逻辑 自然而然 就可以 把那个事情给完成 那当然这一题 其实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 前面index之外 你也可以用那个另外像indirect indirect函数 应该也可以完成 或者offset 应该也可以 OK 只是说 做法上面 要怎么做 我想这个可能是变化题 自己在用其他函数 来完成 刚刚的动作 后面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